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命理学是一门探索人生、命运与宇宙能量之间关系的学问。 它通过分析天干地支、五行相生相克,以及一经挂项来预测和解释个人运势。 对于鼠蛇的人来说,根据这些传统知识,它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几位关键的贵人,对它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鼠蛇的人在天干地支中属于四火,与火元素紧密相关。 火象征着热情、活力和变化,鼠蛇的人通常聪明、灵活、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变革精神。 在它们的一生中,可能会有三位贵人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帮助它们实现目标和克服困难。 首先,鼠蛇的人的第一位贵人可能是它们的家人或亲密的朋友。 在八字命理中,与鼠蛇的人相合的生肖有牛、鸡和猴。 这些生肖的人可能与鼠蛇的人有着天然的默契和深厚的情感联系。 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对鼠蛇的人至关重要,他们可以在鼠蛇的人面临挑战时提供安慰和力量。 一经挂象中,钱为天,象征创造和积极进取。 鼠蛇的人在事业上可能会遇到一位像钱挂一样具有领导力和远见的贵人。 这位贵人可能是他们的导师、上司或行业领袖。 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可以帮助鼠蛇的人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 其次,鼠蛇的人的第二位贵人可能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或同事。 在一经挂象中,昆为地,象征承载和包容。 这位贵人可能在鼠蛇的人需要帮助时提供支持。 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将有助于鼠蛇的人实现共同的目标。 第三位贵人可能是鼠蛇的人在生活中偶遇的一个人。 一位陌生人可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关键的帮助或启发。 在一经挂象中,太挂代表和谐与顺利。 欲使鼠蛇的人在遇到这位贵人时将会迎来一段顺利的时期, 无论是在事业、感情还是其他方面。 在未来的日子里,鼠蛇的人将会发现更多的好事即将发生。 他们可能会在事业上获得提升、得到新的工作机会或成功开展自己的业务。 在财务方面,他们可能会发现新的收入来源或投资回报。 在感情生活方面,鼠蛇的人可能会遇到心仪的伴侣或与伴侣的关系更加和谐。 鼠蛇的人还可能会在健康方面迎来好消息, 例如身体状况的改善或成功克服健康问题。 在精神层面,他们可能会通过学习、旅行或参与宗教活动获得成长和启迪。 此外,鼠蛇的人在社交活动中可能会遇到新的朋友和有价值的联系人。 这些人际关系将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机遇和乐趣。 他们的创造力和灵感可能会在艺术、科学或其他领域得到展现,为他们赢得认可和赞誉。 一般来说,鼠蛇的人一辈子在人生中都会有三位以上的重要贵人。 这些贵人将在不同的时期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鼠蛇人通过积极的人际态度和明智的决策, 鼠蛇的人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贵人的帮助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未来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将充满希望、机遇和成功。 鼠蛇的人应该珍惜身边的每一位贵人, 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他们的成功故事将激励着周围的人, 成为他人眼中的榜样和灵感的源泉。 在人生的旅途中,鼠蛇的人将展现出他们的力量和智慧, 迎接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未来。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老子说过,灶圣寒,静圣热。 清静为天下正。 人,只要让自己动起来,自然就不会感觉到寒冷。 当然,只要静到了极致,那他自然就不会感受到酷热。 但还是要说,清心静意,才是这天底下的正道。 动是容易的,而静则是艰难的。 只不过,人理应动静结合, 既能够动如脱兔,也能够静如厨子, 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以及未来的生活。 谈到静,其实就想起这么一句话, 现代人多了急躁、暴怒和快节奏, 而少了静心、耐心和淡然, 所有的悲剧都由此而生。 对于现代人来说, 劳碌地去工作,忙碌地去赚钱, 然后在坠坠不安中度过后半生, 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只不过,我们不妨问问自己, 这些所谓的常态真的就正常吗? 只能说,所有的不正常都是环境和人本身相互合力的结果。 活得不幸福是人之心态的问题, 活得不快乐也跟人心躁动有关。 所以说,往后余生, 倘若不在静字上下功夫, 那就很难感受到人生的美满。 人心不静,万事皆事。 前段时间, 有一位读者在后台留言, 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总想成功, 可依旧难以得偿所愿, 如今都在加班, 想熬出头。 为什么生活就那么艰难呢? 对此, 我回了他一句话, 难道人生的幸福就除了成功和升职加薪吗? 有太多的人都被现代的成功学给绑住了。 尤其是当下的要求成功的风气, 总让人认为, 人活着就是为了成功, 不成功就是没本事的体现。 其实, 所谓的成功并非是世俗的功名利禄, 而是自己内心对于自我的认同感。 只要自己尽心尽力了, 那就安然一点, 平静一点, 不就可以了吗? 有一位心理研究者说过, 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 只会在得到某样事物之后, 又膨胀地, 想要另外的事物, 无穷无尽, 直到熬不下去的那一天。 为什么王阳明要修心? 就是因为他知道, 所有的恶念都从内心产生, 如果内心不够平静, 那恶念就会侵入到他的大脑以及灵魂当中, 结果终究是悲惨的。 现代人越是在躁动的时候, 就越是要保持内心的平静。 要知道, 人心不静, 万事皆事。 你所拥有的幸福, 都会从指尖当中流逝, 最后不胜一丝一毫。 这, 就是曾世强教授所说的自作自受。 修身齐佳, 先当静心。 一位居士去问老禅师, 世人如此辛劳痛苦, 为什么他们就不懂得自救呢? 老禅师笑了笑, 指了指那流淌的溪水, 你能让那正在流淌的溪水倒流吗? 居士顿悟, 便说, 世人匆匆忙忙, 落于万千劫难当中, 仍旧不自知, 当是遗憾。 其实, 老禅师说得很好, 每个人的欲望躁动, 就像是正在流淌的溪水, 根本无法停下来, 也无法让其倒流。 结果, 只能是溪水一直在流淌, 人的躁动之心就一直在不安罢了。 凡所不安, 都是自己造成的怨不得别人。 所谓修身齐佳, 我们连修炼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做不到, 又和谈治理家庭, 或者追求更多的幸福呢? 修身的前提, 依旧是那两个字, 静心。 你的心能有多静, 你的道路就会有多宽广。 有些时候, 每个人都走到了独木桥边上, 可还是竞争着冲上去, 这是一种不治。 反之, 你另辟蹊径, 或者走属于自己的道路, 那你会轻松很多。 人, 一身贪真吃, 就如同诅咒一般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不改变贪真吃的念头, 我们就很难把握属于自己的福报。 在这些事上尽到极致, 福气不请自来。 第一件事, 对于成功的追求, 要保持淡然之心。 人活着, 并非是为了世俗的成功而活, 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以及心态而活。 假如自己连心态都变得不好了, 那我们就得明白, 自己陷入到了某些死循环当中。 能成功, 自然是好事。 可如果不能成功, 那尽心尽力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要懂得修炼静心。 越是在复杂的环境中, 修炼静心的必要性就越大。 要知道,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不在快节奏中修炼, 那只会在快节奏中消亡。 不要觉得别人快节奏, 我们也要快节奏。 要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所能做到的, 就是保持自己的节奏和追求。 第三件事, 克服贪嗔痴, 让静成为个人的常态。 贪嗔痴, 一直是人类活得痛苦的根源。 为什么人类无法压抑住贪嗔痴呢? 因为他们连静心都做不到, 又和坦克福俗事的杂念呢? 要坚信, 静到最后, 得意的, 依旧是自己。 幸福的, 依旧是往后余生。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